字幕志愿者 杨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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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想吃菜單上哪一道料理 沒頭緒的話 就交給主廚幫你規劃一份 沒有菜單的料理吧 因為不知道會有什麼菜色 所以充滿驚喜 而且無菜單料理 通常使用新鮮 又糾息的食材 更能吃出健康與原味 今天的GoGo Taiwan 要帶大家來趟美食之旅 不管是在草地上野餐 到異國風餐廳嘗鮮 或是去台東享受慢食生活 都能發現令人 省止回味的無菜單饗宴 還有苗栗民宿主人的私房菜單 嘉義日式老屋裡的超強功夫菜 我們也都不藏私的 要跟大家分享 不過無菜單料理 每回的菜色都不太一樣 其中的變化與驚喜 就讓你自己感受了 第一站就先由查理帶大家 到恆春享受草地上的無菜單美食 真的好過癮 這個陽光非常地熱情 小舅 你有沒有感覺到很熱情 好 爸爸會繼續幫你找到 相親對象要加油 這邊 你看 你剛才在游泳的時候 不是覺得很好嗎 這裡的人都跟你一樣熱情嗎 當然 幫你介紹兩個更熱情的朋友 兩個更熱情的朋友 他們是做什麼的 他們都是主廚 主廚要吃東西 好 是誰 介紹一下吧 歡迎 請問這兩位什麼稱呼 我叫Poya Poya 那是一位 你… 請問兩位都是主廚 所以是餐飲業出身的嗎 沒有 我們都是學建築的 建築的 這個不能吃嗎 把食物當建築這樣可以吃嗎 開玩笑 可以介紹一下為什麼 怎麼…是轉行嗎 不是 我們一樣是學建築 只是我們平常喜歡做料理 自己吃 真的喔 對 我們喜歡到處旅行 所以你們是從台北走透透 來到墾丁 然後就在那邊開廚房嗎 我們也沒有長期定居在這兒 因為我們都要走來走去 就是我們是用旅行的心情 在做這些就是吃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又感覺不簡單 介紹這個朋友好像真的還滿強的 很厲害 真的東西好吃嗎 我去邀請你一起到我們 庭園來的餐 好 沒問題 我們就走了 小舅 你先跑跑看吧 很舒服的庭園 凡吃過必留下痕跡 喜歡四處旅行 品嘗美食的兩位情侶主廚 將鍾愛的食物用味蕾記錄下來 然後努力研發出屬於兩人 獨特風格的異國料理 食物的香氣充滿廚房 光是這些準備食材的過程 就讓我快受不了了 於是馬上請教了一下主廚 等一下吃什麼 他們說今天要吃的是 需要提前預約才吃得到的 無菜單料理草地野餐計劃 在草地吃美食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 各位 剛剛聽到我們主廚Paul 介紹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我現在非常地期待 Paul 這些東西 滿漢全席是要招待我的嗎 對 沒錯 這個有沒有什麼名稱 是來這邊我要滿漢全席 就可以這樣吃 沒有 這個是針對客人 就是8到12人的 草地野餐計劃 讓大家可以在這片 大草皮上面野餐 就三五好友可以來這邊 一起來認識一下 對 真的對不對 來這邊不只太陽很熱情 人也很熱情 食物一定更熱情了對不對 對 好 我來開始吃了 我先吃這個好不好 好 這一道是南瓜鳳梨鮮蝦沙拉 它的層次很豐富 你可以試試看 好 我試試看 真的 口感層次怎麼講 一開始吃下去是這種 這個南瓜的甜 它鳳梨的甜 後來慢慢帶了一點鳳梨的酸 然後酸味下去的時候 下味就出來了 對 才吃到有一點甜 是因為上面含一個焦糖杏仁片 焦糖杏仁片 我最愛杏仁 你說是這個嗎 沒錯 這個焦糖杏仁片 你這個杏仁也放太多了吧 然後再撒一點香菜 層次更豐富 這個 很豐富 下一道 這一道是特別的洋蔥披薩 廢話不多說 我先吃再走 先吃吧 我就在旁邊了 你有聽到咖哲下去的聲音嗎 這個餅皮不簡單 這應該有功夫在裡面 這跟一般我吃的每次都不一樣 有點像是羅馬披薩 羅馬披薩 就是義大利當地的 道地的 它的羅馬披薩 我曾經吃過 它是它的發酵時間比較長 所以你們的發酵時間 也是很長的意思嗎 對 滿長的 難怪它咬下去可吃 你看整個餅皮裡面覺得好吃 而且一點都不會覺得很膩 豐盛的草地野餐計劃 保證讓你吃得超過癮 輕盈的青花野裡賣 散口葡萄番茄羅勒起司 香脆番茄培根披薩 濃順的酪梨火腿起司 以及飽滿的菠菜野菇塔巴斯 統統一次滿足你 好濃郁 好濃郁 因為它還有再上一層白醬 白醬裡面也有包含起司的成分 不完全征服我 而且我要問一下主廚 很奇妙的事情 感覺你好像有放很多起司 可是它不會膩 為什麼呢 就是一個比例的問題 還有它的配料 真的 對 我剛剛吃第一口 還沒看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它會吃起來 就是很濃郁 因為主廚是有加氣 它有白醬 但我咬下去的時候 可能跟香菇的關係 它水分 我覺得其實還滿清爽的 這一道也非常厲害 你確定你真的沒有出過國嗎 沒有 我只是很喜歡到處亂吃 而且到處亂吃 就可以吃到這麼厲害的成績 厲害的還沒有結束 吃完主餐來品嘗 主廚超自豪的甜點 法式可麗露與義式杏仁甜餅 以及飯後創意水果 香瓜火腿這麼豐盛 真的超適合找好朋友 一起來共襄盛舉呢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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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入眼就是一個溫馨的小客廳 看起來其實是走那種很明亮 然後很居家的一個感覺 但是小客廳之外 接著馬青道的這個地方 才會讓人覺得 也太大了吧 這邊是這家民宿的四人房 不過要先帶你去看一個地方 就是這邊 也太漂亮了吧 你知道它的浴池是 就子母池 有一個就是可以泡澡的那種 比較像溫泉池 然後也有這個是浴湯 然後我覺得其實 雖然說它泡澡空間很好 然後最棒的是外面看出去的 那個 琉璃山城的那個山景 臥室也很大 因為它包括還有一個小小的客廳之外 後面是床 然後坐得有一點夢幻的感覺 就是用那種沙 把它稍微隔開休息的空間 但其實這邊的臥室不只一間 因為它是四人房 但是它有那種獨立的概念 就是彼此不會互相打擾 另外一個小臥室在這邊 有沒有很可愛 我覺得它真的小而美 而且這個床好軟喔 舒服耶 所以在這邊其實就有一點點 像是我覺得在住那種 山城裡面的小豪宅的感覺 不管是京廷豪宅感的私人套房 或者是可以跟陽光 自然親近的小木屋 我覺得這裡都很適合親子 或者是家庭的一顆入住耶 像是家人間 想要親密互動拉近關係 或者是爸爸媽媽隨性放鬆 小朋友可以盡情玩耍 因為民宿的旅外空間都夠寬敞 所以這些需求 也統統都可以貼心地被滿足 很棒嗎 而且最棒的是 在這裡住宿還提供一泊二食耶 光是晚餐的程度 就已經風盛驚之豆 我筷子都停不下來了啦 其實這邊的無菜單料理 真的都要你到現場了才會知道 今天晚上吃些什麼 因為有哪些料理 真的店家也不知道 因為它很多的食材都是 譬如說當天 這個蔬菜長得很好 我就把它採下來當作食材 或是今天這個魚不錯 我就變成晚餐的料理 所以真的 你看 都是直接變化出來的好料 這邊很吸引我的就是這個 紫蘇蛋剪蝦 有沒有很脆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脆是 從外面的那個 就是蛋捲的部分 是那種酥脆的 然後裡面那個蝦肉 它是那種緊實彈牙的感覺 然後再吃到下面的那個 羅曼生菜 它是屬於新鮮的那一種 脆甜的感覺 然後上面因為它有就是 就是把蜂蜜芥末醬淋在上面 所以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那種沙拉醬的滋味 然後搭上裡面的那個蝦肉 很緊實 好鮮美喔 而且這邊這個蝦 還要配上的這個 搭配的飲品 就是店家手供養的蘋果醋 清涼酸甜的蘋果醋 一入口還真是開了胃 對 味蕾真是瞬間的清醒 活躍了起來 趁著這一波攻勢 我們趕快再來進攻 下一道好遛裡吧 第二道就是要特別挑出來 介紹給大家 就是因為它符合我剛剛說的 今天有什麼菜長得好 我們就吃什麼 所以這個絲瓜還真的 就是剛剛才下來的 只有今天的晚餐的客人 才可以吃到的鮮彩絲瓜 然後它是把它跟豆腐 然後還有蟹黃的這個醬 煮成了蟹黃絲瓜豆腐包 其實看起來就覺得 好鮮嫩喔 我覺得那個絲瓜仙材的那個嫩度 不輸給豆腐耶 因為它的那個纖維質 是絲瓜的纖維質 可是你有吃過那麼嫩的絲瓜嗎 到底是豆腐嫩還是絲瓜嫩 我都想想分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好吃到我停不下來 而且這也太犯規了吧 連苦瓜香肉這一道湯品 都可以煮得那麼好喝 新嫩翠綠的小虎瓜 將進了肥瘦適中的肉餡之後 你看看這肉汁是全鎖在了裡頭 而且長時間燉煮之後 這苦瓜的滋味也燉進了湯頭當中 喝起來口感嗎口感 幫我們這一餐是劃下了一個 溫暖幸福的結尾呢 這一趟客家山城的行程 其實跟大自然非常地貼近 尤其是你在山間找一個制高點 望出去的就是這樣非常美麗的景色 而且你也聽到的是非常大自然的聲音 所以雖然這一次同樣要來吃客家菜 可是客家菜也要跟這樣子的一個 自然結合得非常緊密 會變化出什麼不一樣的客家料理呢 我們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坐落在海拔760公尺高的這一間餐廳 放眼望去一片雲海茫茫 有超無敵的美麗景緻 而在餐廳後院的大片田地 則是老闆自己栽種的各式無農藥蔬菜喔 進餐廳之前要來先關心一下 這裡好吵 姊姊要講話喔 小聲… 因為我們來到了一個很熱鬧 我們要跟他們比大聲 很熱鬧的農園 因為我們要來關心 今天晚上吃的食材有什麼 直接就是最新鮮 從產地到餐桌上 我們要跟主人打招呼 湯大哥 你好 嗨 瑋瑜 湯大哥 我們現在 就要來蒐集晚上晚餐的食材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一片 是菜園嗎 我看不出來哪裡有菜 哪裡是草 哪裡是食物 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能吃 那我跟妳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長得… 長得比較出放的 比較潤的 這個是龍西菜 我們工作的原理就是說 與雜草共生 減少它的病床害 這是我們工作的 你懂學問 所以這邊其實要對食材 有一點點認識 才知道什麼是可以吃的 什麼是雜草可以吃的 是… 與雜草共生 感覺也是一種純淨自然的 自然農法 雖然我雜草跟蔬菜 傻傻分不清楚 但在湯大哥的帶領之下 我們順利採摘到足夠的龍西菜 接下來我們今天晚餐 還要上哪一道菜呢 湯大哥 我認識這個 我知道它是什麼 那是什麼 是芋頭對不對 芋頭 我昏倒了 很香啊 芋頭葉子都這樣大大 然後像一個手掌一樣不是嗎 沒有 那個差很多 那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南瓜 因為我猜的也沒有差很多 南瓜芋頭都更新類的 所以其實它是更新類的 是沒錯 我們就介紹妳 今天我們來吃這個 吃…可是你不是說 南瓜還沒有結嗎 這要吃什麼 除了還沒有結南瓜 我那個南瓜葉很營養 一般都會雞人都不知道怎麼吃 有人在吃南瓜葉的嗎 對 妳還是一直聽到嗎 對 好 今天讓妳大開眼界 我們就來採南瓜葉 吃南瓜葉 這倒是我走遍台灣大小鄉鎮的 頭一遭聽到 原來這南瓜葉要吃的部分 是葉梗 因為上頭有小小的毛刺 所以還得一層一層 把外層的薄膜給撕下來 才能夠把刺去除 而食材收集齊全之後 好期待這些野菜的滋味 就讓我們趕快準備上菜吧 現在看到面前滿滿一桌的 大家不用擔心來這邊 要怎麼點餐 或是點些什麼招牌菜 因為這裡是無菜單料理 是的 所以所有的 譬如說食材 菜色 都是當天才決定說 我今天要出什麼菜嗎 對…依我們人數的多少 我在決定 我要採取多少的菜量 可是大家不用擔心會吃到 這個不新鮮 因為這裡絕對就是最新鮮 絕對是現採的… 先採的 好 我們就來嘗嘗看 而且是剛剛直接菜園裡面摘的 剛剛是菜園裡面採的蔬菜 龍虛菜 對… 你有沒有聽到 好脆 脆…的 而且好嫩 咬的時候你就會先嘗到清脆感 然後我覺得豆皮跟豆皮的 彈性 韌性 跟蔬菜的脆 它吃起來口感是不一樣的 對… 好 第二個就要來嘗剛剛這個 我們這個… 我從來沒有吃過第一次 這南瓜梗嗎 這是芹菜 沒有啦 吃起來有芹菜的味道 這是我們剛才記彩的 妳忘記了 那邊芹菜是雙包嗎 怎麼味道這麼像 你吃起來乍吃之下 覺得很像西洋芹 可是你慢慢吃吃吃 你會發現它的整個芹菜的味道 是一絲…淡淡的 對… 不是像西洋芹一樣這麼濃郁的 來… 搞了半天 南瓜梗的味道 居然跟西洋芹鬧雙包耶 不過老闆簡單用蒜頭辣椒 爆香青草鍋後 脆脆清香的口感 吃著…很濕口耶 另外這一道秋葵 同樣是用蒜頭辣椒爆炒 不過還加入滋味比較重的黑胡椒 鹹香滑嫩還微微辣的 很是夠味喔 可是除了仙材的蔬菜之外 這邊當然也有經典的客家菜 說到客家菜一定少不了這一道 客家… 客家小炒… 小炒… 好 我來吃吃看 來吃吃看… 很香耶 它有大火炒過之後 那種熱炒的… 那快炒… 而且魷魚的乾香也有被帶出來 而且肉不老 不會老老的 另外這一道三杯雞 除了薑片九層塔外 還加入洋蔥 吃起來多了幾分洋蔥甜味在其中 而肉質取用的是放山雞 口感也是緊實中 丟帶Q彈滑嫩喔 這裡是嘉義人的廚房 雖然來到的是嘉義人的廚房 可是這個廚房好有文人的氣息 而且真的有回家吃飯的感覺 因為小微師傅 已經準備了滿桌的料理 在等我了 小微師傅好 妳好 這樣子妳坐在這裡等我回家吃飯 好像姐姐在等妹妹回家吃飯 那個感覺好溫馨喔 因為我想說妳在那邊忙一天 應該餓了 所以等一下就來品嘗我們的料理 這句話真的好像媽媽或姐姐 會講的話 不過小微師傅的身分滿特別的 你在嘉義這裡 雖然不是嘉義人 可是待的時間非常…地長 對 很少會台北人說 來到嘉義這裡過在地生活 妳自己是因為特別喜歡這裡的 飲食文化嗎 應該是這樣講 我從小在嘉義長大 到了學齡前 就又回到台北去 可是讀完書以後 妳就覺得說 我還是懷念 就是那種 腳可以踩到泥巴的那種日子 對 講到飲食文化 在這裡挑選這個地方 作為妳的廚房 也是有妳自己的考量 因為這個環境 這間屋廚好美… 當初妳如果看到的話 妳應該不會用這樣的形容詞 所以是已經整修過了 我拿一個照片跟妳分享一下 這個是當初整修的時候 之前的照片 來 妳看一下 破破爛爛的 它就是一個廢墟 它是一個大路 三個大條路包圍中間的 一個小巷子裡面 我喜歡它的一點是 它對面有兩棵百年老樹 有一棵芒果樹跟一棵龍眼樹 然後下雨的感覺 還有出太陽的感覺 白天 夜晚的感覺 那都是美的 對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房子 小微師傅挑種的這間老房子 原本是舊銀行宿舍 小巧的庭院 檜木老屋的結構 加上改建後磚塊和木造組合 而成的延廊風格 是一個讓人倍感舒適的城市角落 變身成料理工作室之後 以提供當令食材製成的 無菜單料理為主 請問我面前這一顆 這個是栗子南瓜 這個南瓜它也是一道菜嗎 是 這個是一個南瓜飯 南瓜蒸飯 南瓜蒸飯 裡面是青醬 羅勒的香氣 我可以直接試吃嗎 你就可以吃到米飯跟青醬 這個青醬它跟外面不一樣 是因為它整個香氣非常…地淡薄 是一種真的是淡薄的青草香 來 妳吃吃看 連南瓜一起 剛剛是二合一 就是三合一 三合一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一口 對 直接吃 這樣吃好好吃 因為南瓜很鬆軟… 但是飯有一點點Q彈 一點點Q彈再加上青醬 所以是三種不同的軟硬程度的層次 南瓜整個軟很像是濃濃的那種 汁液包裹住飯箱 真的太會形容 好好吃 這一道有多種食材 綜合在一起的料理感覺 好熱鬧 好繽紛 它有名字嗎 我們叫它叫夏天 為什麼 因為你看你遇見的都是夏天 夏天的綠竹筍 夏天的蓮藕 夏天的芒果 還有一個什麼什麼的夏天 在這個餃子裡面 什麼什麼的夏天 所以是不能透露是不是 是芋頭嗎 因為它是紫色的餃子 外面是用紫色地瓜 下去做的餃子皮 所以裡面包了另外一種 特別的餡料是不是 很好拆嗎 很好拆 我不喜歡你講這種話 我喜歡你說這個很難拆 才要行家才吃得出來 妳咬一口妳就知道它是什麼了 這樣等一下我如果吃出來的話 我才表示我是行家 好吃 不咬下去就知道了 因為香氣太濃… 太甜 太清澈 太夏天了 是 玉盒包 對 真的是香氣太濃 我剛剛其實根本還沒有 咬到整個香氣爆發出來 就好像夏天你跳水 那個水花飛溅出來的 那種感覺一樣 除了以食令食材做變化 小微師傅也重視原味 喜愛以水果入菜 不怕費工更是他的一大特色 我好期待這一道 小微師傅正在幫我切鴨肉 因為小微師傅說 這一道料理是用法式油風鴨腿的 做法來做整隻鴨的 所謂的法式做法是怎麼樣 它就是第一個要先炸鴨油 炸完鴨油以後 就把鴨子放到鴨油裡面 用低溫的油下去封 一般像那麼大小 像這樣一般大小的鴨子 基本上要封15個小時 15小時 這麼久 你可以品嘗看看 這種吃法也非常地特別 你們看小微師傅端給我的 它不是只是一片鴨肉 鴨肉下面襯著鳳梨 旁邊有碩大的番茄 一般在外面吃到的油風鴨 他們比較不會用到所謂的番茄 或者是鳳梨下去做 為什麼要搭配鳳梨呢 基本上鳳梨第一個它跟鴨肉 它的融合度是非常好的 真的喔 對 因為它的 因為鳳梨有鳳梨酵素 它可以第一個它可以軟化鴨的肉質 對 第二個呢 因為它的鳳梨酵素 可以讓你幫助消化 對 你等一下可以嘗嘗看 所以我要一起吃 你可以一起吃 我要把鴨肉跟鳳梨 對 一定要一起吃 一起入口這樣子 鴨肉太嫩了 因為一般我們吃的肉 這還有天理嗎 這 這個鴨肉太嫩 這是這輩子我吃過最嫩的 鴨肉 不誇張 我活到現在 我發誓我這輩子吃過最嫩的鴨肉 一般鴨肉要到這麼嫩 它不太容易 真的 它會吃要一點功夫 我覺得這個鴨肉它是 有點像鱈魚的那種口感 嫩到你好像根本不用咬它 我沒有吃過這麼嫩的鴨肉 那個鳳梨真的跟鴨肉好搭 因為這樣子的鴨肉做法 它鴨肉本身其實甜度會出來 會自己有很香濃的甜汁 這個甜汁液它跟鳳梨 因為鳳梨它的甜不是那種 我們想像中很膩的甜 它是酸甜… 所以加在一起真的相當搭 這道料理好神奇 怎麼辦 如果客人來 因為這邊是無菜單料理 這個一定要四天以前預約 一定要預約 你碰運氣 如果說你沒有預約到的話 吃不到大家會餓完 大家會很生氣說 Windy在節目上說是 這輩子最好吃最嫩的鴨肉 可是無菜單料理要看緣分 這一趟在台東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而且今天晚上的晚餐 就要到他的家裡面來做客 就在這邊 嗨 翔哥 哈囉 我來了 歡迎…來這裡 今天晚上要在你家做客了 可是在我們家做客之前 要先帶你去看看種菜的環境 認識一下食材 好 我們先出發嗎 好 先去認識食材 好 台北人要煮菜 總是往市場裡頭跑 而時尚人要煮菜 則是老往田裡頭跑 我想這只有在坐有一片 好山好雪的環境裡頭 才能夠如此富足地 擁有大地的產物吧 今晚要幫我們長出的翔哥 其實原本也是為台北人 為了要讓孩子 有一個美麗的成長環境 因緣際會接下 他當起了池上新移民 以半農半廚的新生活型態 讓翔哥做出來的料理 與池上串聯起最深的產地戀結 翔哥 我們這邊 今天的晚餐其實是要走一個 產地廚房的概念對不對 對 什麼叫做產地廚房 產地廚房在我們 在跟來的朋友介紹的過程 就是說 我們希望藉由你們到產地 去認識食材 然後由我們生產的人 跟你們交流烹調的方式 進而你們能夠跟產地的農夫 直接購買那個食材 一來你可以看到這塊土地 就像你現在來拔蘿蔔 你會知道怎麼樣的蘿蔔 它是鮮嫩的 就比較不會擔心說 被外觀或者是一些藥劑類的 去蒙地 然後我們這裡的小農夫 他們也可以得到一個 一點收入 好 那今天晚上 我們有一道菜要用到蘿蔔呢 有…今天我們做的是 義式蔬菜湯 就是大量的蔬菜 當季的蔬菜 根莖類的 或葉菜類 我們一起搭配一波 軟融的蔬菜湯 好 那我們就動手來拔蘿蔔 拔蘿蔔 來到池上的翔哥 除了廚師身分 還自己買了地 捲起袖子 整地耕種 種類多樣的無毒生菜 好吃且難種的高雄139號米 全部成了翔哥田裡頭 實驗的在地食材 還在施工的住家 就是翔哥的料理 提供旅人吃飯的地方 一張餐桌 雖然稱不上是餐廳 但我更會說 這裡像是在家 吃飯一樣的溫馨有幸福感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晚上我們的 慢食套餐的菜色有哪些 當然要先看看 我們剛剛摘回來的 非常嫩芽的龍鬚菜 對 對不對 所以嘗看看 產地現採 現燙 現煮 現吃的差異性 好 我們來看看 現採 現燙 現煮 現吃的 龍鬚菜是什麼滋味 對 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脆脆的聲音 對 好脆 它跟一般 就是媽媽買回來的脆度 首先就有差別 對 就像剛剛採的時候 摘菜的時候 它完全就是植物的脆 生命離你 輕輕一折 的聲音 我覺得它的酸很提味 你會覺得它有一個 果酸味的香在裡頭 然後它的那個油的 橄欖油的那個來源 其實會讓吃青菜的過程 然後多了一點潤滑度 可是你不會覺得很膩口 翔哥的慢食套餐 是以法式料理的手法延伸 再依循每一種食材不同的特性 來呈現當季最鮮甜的食物原味 吃起來清脆飽含水分的白蘿蔔 與多種根莖類蔬菜 一同大鍋煮成羅勒蔬菜湯 喝爽一口滿滿都是蔬菜 所釋出的堪甜清香 接下來要進入到 這個主食的範疇了 而且這邊的主食分量 非常地大 因為它就是 紮紮實實的米飯要上桌 而且用的就是池上最… 大家覺得最棒的池上米 妳今天的米飯三吃的話 是用同一個品種的米 用蒸的 用烤的 跟燉煮的方式來呈現 第一個都會先建議先吃白米飯 白米飯 先吃白飯的部分 先了解池上米 它最原始的味道 好吃 這個飯 你下去的頭感 就算我們其實 因為剛剛聊了一段時間 它有一點溫度有點下降 可是它一粒一粒的 咀嚼的樂趣 非常地在齒間有一個 很好的回饋的感覺 對 它完全不會模糊了 它米粒跟米粒之間的界線 對 然後就算是冷了 你也不會覺得它有那個乾硬 或者是降低了它的甜度的感覺 對 米飯三吃是翔哥與旅人 最具對花樂器的料理作品 自有不同的米飯烹調方式 讓原本普通的米飯也能夠吃出質感 將西班牙烤飯的概念 運用在池上米上頭 烤過讓池上米飽有米心的Q彈 還帶有微微的焦香與香料氣息 接下來要來吃到的這個飯 第三吃在這邊 就是我們的燉飯 燉飯 對 而且這個燉飯很高級 因為它的工序 還必須要先把香菇切成薄片 然後我看到你有用一個 就是類似像是下去炸的那個工序 為什麼要特別做這一道工 因為食材它經過加熱 會改變它的香氣跟它的口感 然後在一個 充滿就是米飯軟的過程裡頭 我們希望添加一個 對 然後它會多出那個 菇類特有的香氣 那經過燉煮的過程 這個香菇不會整個燉飯吃起來 口感都是軟嫩的 可是多了一個Q跟脆 白米加上高湯 先烤成半熟之後 再與奶油白醬和香菇 一起燉煮成義式燉飯 不用義大利米 也能夠做出軟軟粒粒 而不糊爛的燉飯口感 很是讓人驚豔 除了完整的米粒之外 香哥還用池上米變了細法 打成糊狀與高湯 一起熬煮成濃湯 這濃郁細膩的口感當中 還能夠嘗到米飯香氣耶 這一道主菜 它是用沙千刀的煮 什麼是沙千刀 怎麼好像不是很文雅的感覺 它是犯了什麼錯嗎 為什麼要沙塔千刀 其實沙千刀是一個很傳統 很古早的技法 這就是斷筋 把肉的纖維用刀尖把它切斷 所以它的組織吃起來就不像 是完整的一塊肉那麼地堅硬 它又可以說保持肉的完整 醬汁又可以快速地進入 而且這個用的是 五花肉的部分 就是 它是帶油 帶筋 然後又帶肉 非常有嚼勁 非常有口感 我來吃吃看 它肉質的部分有很嫩的感覺 而且它的肥肉 其實吃起來不會怕 不會油膩的感覺 它的肥肉反而是有一個Q度在裡面 像這個肉 它沙千刀之後 我們先用香料去醃漬之後 會先煎再烤 把它肉類多餘的油脂烤出來 再把肉的表面 烤成一層焦香的表面 切片之後 再用醬汁去燉煮 要吃上一整套小哥的半食物 料理還真的急不得 不過就是那一股 悉心看待食材的故事 與料理節奏 讓翔哥的料理 也有著讓人放慢步調 細細品嘗的魔力喔 可是這裡前不著村 後不搭店 連個人影都沒有 真的會有餐廳嗎 但是根據在地情報顯示 這間美食餐廳就在田中間 那到底我們是不是能夠 找到這間餐廳呢 且讓我們看下去 看地址好像是這邊 可是你知道它看起來 有一點居家 很像一般人家的感覺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找對 有人在嗎 歡迎光臨 你好 請問這邊是餐廳嗎 是…妳要吃飯嗎 對啊 可是你們看起來好居家 對啊… 請問菜單在哪裡 我們沒有菜單 沒有菜單 對 通常是我們煮什麼 客人就吃什麼 對… 所以我如果坐下來等吃的話 待會兒我會吃到什麼 只有三個人吃到 一個人是老天爺 一個人是老闆 還有一個我不能吃 所以我就坐著等就對了 對…沒有錯 妳找個位子坐 好 老闆看起來滿可靠的 應該沒有問題 不要亂餵食我 對… 沒問題… 妳先坐 謝謝 好 期待 這間位在田園中的私房餐廳 不是行家還真的找不到 找到了 也沒有菜單 不知道會吃到什麼菜 林大哥嚴選新鮮 扭席的食材 加上他自己的創意手法 把家常菜變得很有特色 實在讓人期待喔 沒有菜單 冰箱裡有什麼食材 林大哥照樣可以像魔術師一樣 變出滿滿一桌料理 而且不管今天配什麼菜 你一定要吃這一碗 什麼是和鴨米 和鴨米就是把和鴨放在田野裡面 直接讓他們把蟲吃掉 養出來的無毒稻米 所以非常健康 非常養生 而且看起來米粒晶瑩剔透的 還沒有入口就已經覺得 超好吃的感覺 和鴨米好好吃喔 和鴨米好香 然後我覺得 常常不是有人在講說 好吃的蛋炒飯是怎麼樣 一粒一粒炒得很分明有沒有 這個和鴨米它感覺就是 你吃進去真的就是像 炒得好的蛋炒飯那樣子 一粒一粒非常地分明 然後它米粒其實不會很大 可是也就是因為那個大小 剛好可以讓你感受到 每一個顆粒在嘴巴裡面的 不一樣的這種新鮮度 不一樣的Q度 很好吃 自然農法生產的和鴨米 香Q剔透 飯上的雞肉更是香滑美味 特選的新鮮防土雞 果然不是蓋的 鴨肉的口感也十分誘人 鴨皮很薄 鴨肉很鬆軟多汁 而且汁還甜甜的 忍不住都要多爬兩口飯 番茄炒皮蛋 這道料理有沒有很特別 平常常吃到的都是番茄炒蛋 炒皮蛋真的是沒有嘗試過 不知道它們兩個搭不搭 好奇妙的口感 先說番茄的香味非常非常地濃郁 就是很天然的那種番茄甜 然後它跟皮蛋搭在一起 其實剛入口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像番茄炒蛋的味道 但是慢慢地那個皮蛋的後味會出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比番茄炒蛋再濃郁一些 然後會有一點日式風格料理 好像拌了一些香料 或是醋進去的感覺 很不一樣的口感 蘋果絲拌蔬菜 這一道也是林大哥的拿手料理 裡面的蔬菜隨著季節不同 會變換時蔬 但是上面的蘋果絲 通常都是會拿來做搭配的 然後你看知道料理 非常非常地簡單 一看就覺得很清爽 女生會很愛這一道 很爽口 青菜非常地脆 就是燙一下就起來了 然後就跟蘋果絲拌在一起 那個脆脆的口感都還保留著 然後你知道這個醬汁 其實林大哥他只有用芥花油 米醋 醬油 下去調 可是它這樣出來 有一種很香濃的果醋的感覺 林大哥完全沒有用果醋 就是米醋 可是口感很夠 你看我們這樣一整桌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家常料理 可是是用不一樣的創意 去把它組合在一起 吃得讓人感覺 非常地有鄉村風 然後很有田園的感覺 很養生又很自然 所以可以來試試看 感覺我現在要進行的這趟旅程 不只是一場異國風的旅程 同時也是一場時空旅程 因為我一抵達這個空間 就看到了包括我們 西班牙後現代主義風格 野獸派大師達利的畫像 同時也看到好多好多的時鐘 有掛在牆上的時鐘 有吊在樹上的時鐘 有放在架子上的時鐘 還有鎖在鳥籠裡的時鐘 是不是真的異國風之外 又很像是在進行一場 時空旅程呢 其實這個地方 它是一間舒食生活休閒館 在這裡你不但可以找到 新鮮的食材 也可以找到美味的食物 我們就一起慢慢挖寶吧 秉持著美好時光 就該浪費在美好事物上的精神 這間舒食館 以時間為主題佈置 並且提供許多無毒蔬果 和小農產品 希望大家在時光中 攝取自然又健康的食材 宜蘭有得天獨厚的地勢 還有氣候 所以孕育出來的農產品 也都非常地卓越 當然來宜蘭要吃就吃最新鮮的 所以這一桌都是宜蘭在地農產 做出來的 我身邊的雅玲 要幫我們好好介紹一下 這一桌料理 雅玲這個其實是沒有菜單的 對不對 沒錯 師傅依照宜蘭在地 新鮮當令當季的食材 是要下去料理的 這麼多道料理當中 我要先從哪一道開始 第一道當然就是我們的 時光飽和大拼盤 這個大拼盤裡面 我又要從哪一道料理先開始 這是有訣竅的 我們就是由蛋轉為濃 用逆時針的方向這樣吃 那逆時針 所以我是從我面前的 第一道是這個的醃製南瓜 所以它是煮熟的南瓜嗎 它是用醃製的 它口感就像泡菜一樣 非常地開胃 所以不需要先煮 直接用醃製的方式 好特別的做法 有沒有覺得非常清爽 很清爽 很脆 很香 一剛開始入口的時候 有一點點像是情人果的感覺 但是到後面 南瓜的甜味會慢慢跑出來 很香很好吃 我可以吃比較稍微重口味 一點點對不對 對 這是山藥沙沙醬 好可愛喔 用一個小湯匙這樣子裝著 其實不只是吃 我覺得這整桌的料理 在視覺上面 也都讓人感覺相當舒服 好特別 沒有吃過醬子的口感 因為山藥浸進去的醬汁 它也是比較日式醬汁的感覺 但是上面的沙沙醬 有一點披薩的口感在裡頭 非常地特別 山藥你們料理得非常好 因為很脆 咬下去就是脆脆酥酥的感覺 新鮮 這個真的吃得出來相當新鮮 光是這道時光飽和大拼盤 就有多道口感不同的開胃風格 除了醃漬南瓜和山藥 高麗菜捲佐XO醬也一定要嘗嘗 因為這個XO醬完全是以蔬食製作 香氣卻絲毫不輸昏食 廚師甚至做出類似干貝的 絲絲口感 配上又甜又脆的高麗菜 絕對完美 這一道沙拉好特別 有沒有看過這麼美 這麼豔麗 這麼像藝術品的沙拉 上面這一層一絲的是什麼 它是師傅每天新鮮現做 現拉的手工湯絲 上面就灑上花瓣 好美 太浪漫了吧 整個會有一種結婚 跟很多愛心飄出來的浪漫心情 沒錯 而且這一道就是 時光七彩沙拉最特別的是 裡面都是用新鮮的蔬果 吃起來完全沒負擔 這個百香果才摘沒多久 對 最新鮮的 非常新鮮 很新鮮 而且這個是有挑過的百香果 他們的百香果是酸中帶甜 所以滋味非常棒 糖絲拌進去 我剛剛吃到一點點 站在生菜上面的 好好吃 因為它會有一些是融掉的 有一些是還沒融掉的 所以你又吃得到 那個一絲…的感覺 好厲害的一道料理 有主廚的巧思加上食材新鮮 真的美到都美味 接下來的焗烤綠竹筍 使用宜蘭在地品種竹筍 口感細緻又多汁 和適量的起司搭配在一起 也很讓人陶醉 這份無菜單料理 總共九道家甜點 不但吃得超飽 而且美味的程度 也顛覆Windy對蔬食的想像 沒有一般素食那種香油味 這裡的每道料理 都是食材本身的清爽 而且口味多變 甜 鹹 香濃 恰到好處 絕對比葷食還要好吃